阿佑與李宗碩 自驅年底大方認愛後 一舉一動都被受關注 而近日阿佑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大方放閃男友 讓現場記者們又驚又喜去了解阿佑20日為了宣傳電影Dream 而接受還沒採訪 當被問她是否會向男朋友請素顏記上的煩惱時 阿佑表示因為是同樣的職業 所以當然會聊到演技相關的話題 在拍攝之前如果真的有不知道如何詮釋的場面 也會向男朋友SOS 此外阿佑在24日下午舉行的VIP是因為 也邀請了李宗碩 對此阿佑表示因為還沒有上映 所以我不知道她對我的演技會有什麼反應 而記者們在聽到阿佑自然的稱呼李宗碩為男朋友 也都被舔到了呢 你偏偏爾 你偏偏爾 寶貝